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延續上禮拜的部分 跟大家先做一個總覽複習 上禮拜是上到柏拉圖 我曾經說過 對我們來講 這是很神聖的一刻 為什麼呢? 原因當然很多 原因很多 最主要原因的話大概有兩點 第一個 柏拉圖代表了傳統的系統論的典範 你們要知道典範的這個概念 另外 柏拉圖是道德行為上的規範 典範就是最好的 規範的話就是管人的 大家可以感覺到就是說 你跟你的父母之間的差別並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你跟你的祖父母極有可能是活在不同的世界 所以同學們要做學問以前的話 先要有一點歷史感 有一點歷史感 就是發覺我今天的現狀 是整個動態發展過程中的一部分 而不是他一開始就這樣子 也不會是他未來都這樣子 他裡面所強調的是一部分 所以這一部分所代表的含義 這個是他規範消失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柏拉圖為什麼會變成一個哲學上的典範呢? 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系統哲學的發展上 就是沒有人注意到天地人三者 可以是一個完整的系統 可以由一切來解釋的 天地人三者 三才者 我們《三字經》裡面都講到 我們也都注意到天人合一 天人感應 天人之際 但是中國哲學沒有出現柏拉圖 把它完整的系統化 這個系統化它的好處就是讓你發覺 有一套理論它可以解釋一切 天的部分 人的部分 地的部分 都是一個二元對立的一個現象 自然就是自然與超自然地 人的話 心靈跟身體 天的話 就是由天反映出來人倫的社會 由人倫社會反映出天的道理 大家不要以為這個 好像這個系統理論是很自然的 可以知道 講到天的時候 天反映出人倫社會的道理 我們今天的法律的基礎 來自於羅馬帝國時期的自然法 羅馬帝國時期的自然法 是來自於這種天人感應的道理 後來斯多噶哲學發展出來的這個發展 沒有這個道理 沒有法律 沒有人權可言 你憑什麼有人權 你就是活這麼樣子 你想要什麼權利 還什麼康德講的個人自主性 鬼扯 以前從來沒聽過這種事情 就是因為這個系統理論發展 包含系統要兼顧整體 也要兼顧個體 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今天講到這個哲學的發展 是要心存感激 你今天可以穿著拖鞋 大要大擺的進台大 然後就憑你考試 沒有人管你家裡原來幹什麼的 就是因為強調人權的概念 所以我說 我要替柏拉圖講 就是說他活在今天 對我們來講的幫助也是非常大 所以每一個人都會了解 如果你有一點歷史感 你就會發覺 以前是沒有人權這個概念的 我甚至於昨天在節目之後特別談到一點 就是什麼民主國家 西班牙的Gadalonia的公民自決 referendum 公民投票 跟戰爭國家 庫德族的這個傑爾庫克 被這個伊拉克部隊佔領 戰爭也好 和平也好 沒有透過民族自決的這種公民票決的方式 來決定國家承認 沒有人會承認 沒有大國會承認 為什麼 因為人類真正的歷史是發展在一個超穩定系統架構下 沒有一個國家敢干涉另一個國家領土上的完整 這個感覺上 雖然有很多國家他們心頭就混非常多 但是沒有人敢做這個事情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人類發展的歷史當中 這種超穩定系統 不干涉他國的系統是基於絕大多數 而這種觀念 這種觀念 這種想法 做法 是我們新時代所面臨的問題 但是它裡面說明一個重點 就是某種程度的規範性是很有必要的 在民主時代中才會出現那種 只要我喜歡 有什麼不可以 可是在柏拉圖的系統底下 就不會出現這種問題 那你們要看 如果大家有一點歷史感 你看2000多年的歷史 只有古希臘的初期在雅典有民主 還今天二世大戰以後有民主 之後中間很少人會標榜這個制度 為什麼 大家可以想 我個人覺得這是哲學的問題 所以我講到這個部分 就是那種規範性跟典範性的存在 這是上禮拜的事情 雖然把這個introduction 講了上禮拜的review 講得稍微長一點 是希望引用一些實例 實際的例子 讓大家能夠感受到哲學的用處 我們這個課懷疑論 懷疑論的目的是要告訴大家一件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沒有絕對真理的社會其實是好的 像柏拉圖的系統並沒有告訴你有絕對真理 只是說真理都在天上 在理想 在心靈裡頭 並不是在所謂你可以摸觸到的天地人 是這種情況 所以大家要稍微 柏拉圖這種想法 七早八早就被他自己的學生 雅里斯多德發現一個問題 發現什麼問題呢? 發現 我現在問大家 你們認為 我們不要講台大 我們講哲學 請問你們 不可以不答 請問你們 就坦白講 我們上課上課現在快半學期了 你們這一班同學認為 哲學是為少數人的還是為多數人的 我換一個問法 哲學一定要舉手好 我們有兩個選項 第一個哲學是為所有人的 第二個哲學是為少數人而存在的 第一個哲學為所有人存在 第二個哲學為少數人存在 認為是哲學為少數人存在的舉手 哲學是為所有人而存在的舉手 剛剛這邊認為哲學是為所有人存在的是你吧 好 說 就是哲學發展算是只有少數人可以用他的就是想法可以表達出來 但他今天表達出來的想法是影響大部分人的 所以他是為了多數人 所以你還是有那種階級上的差別 就是說哲學是少數人所發明的 然後讓多數人能夠感染 少數人發明是只有少數人可以把更高層的東西來產物 或者是來讓大家比較能夠了解這種東西 大家今天發展出來是讓所有人都可以得到他的利益 表示說你已經預設他有利益 哲學有用處了 對 好 那不錯 那不錯 很好 來來來 那個同學那個頭髮綁馬尾的那個穿黑的T恤的同學說一下 對 你是為所有人嗎 就是我覺得就是哲學的問題是大家都會共同的 大家會共同的理論 就是它是因為人類對人生有疑問所以才會出現 你講清楚一點 大聲一點 要有自信一點 像你聊天一樣的聲量可以說 就是我覺得就是人類對世界對宇宙有疑問 所以哲學才會出現 所以雖然是不見得是每一個人死以後對宇宙都會有疑問 可是就是它是會必然到來的 就是你只要想一個人之後它就會出現 所以我不覺得它是為少數人生 它是多數人會有共同的 你參加過演講比賽是不是 你邊來邊去的 不見得是每個人會發出問題 但是它必然會到來的 他時刻 可能不是時刻會每個人都存在 可是他之後一定會出現 像棺材店一樣 遲早會等到你 這是真的喔 對 對 你說一下為什麼 這是真 哲學是為少數人存在的 這是事實 你們都學會說謊 沒有用 要學會說實話 來 你說說看 哲學為少數人存在 一方面不是所有人都懂就是哲學的時候的意義 然後實際上有很多社會上也是沒有在關注 然後也不在意哲學這一塊 但是他們還是過得很好 當然 事實上話 我讀哲學以前是很快樂的 之後多快樂我都不敢講了 對 這邊認為哲學是該為少數人存在的是哪一位 對 你說說看 而且從歷史上我們就發現 這個大多數人他們是不需要哲學的 或是他們智能不足語 這個 智能不足 不要講語 對 智能不足以了解哲學 大部分的人在歷史上都是為少數人思想的生產工具 坦白講 這兩種觀念大家想法上來講 在現代的這個潮流當中 大家認為哲學會所有人服務 這個觀念絕對是錯誤的 你有這個想法也不會是真實的 因為你們習慣於說謊話 因為什麼在populism 在民粹主義的精華下 你沒有辦法講出來那種真實 你不敢講這種真實的話 我覺得現在到了石化復興運動的時候到了 石化文化是絕對完蛋了 但是石化復興運動是很重要的 大家坦白講 坦白講你這個哲學的思維當中 我們還沒開始 我們都講通識教育的課 很多人就已經沒有興趣了 對不對 很多人都沒有興趣了 自己本身來講的話 因為你要付出一個心智上的能力 但是你們之間的差別剛好述說了柏拉圖跟亞里斯多德的區別 他們的立場觀點很不一樣 但是這個區別非常重要 到今天為止 到今天為止 我現在問大家所有的學科當中 比如說我們在講 有一次我跟電機系的吳瑞北在一起開會 他就講 我們所有電機系的第一名就會留在學校任教 然後第三、第四名才是到了林白里這些人 什麼師從堂這些人 後面 後面的人 那為什麼呢? 因為學而優則是 就是都把最好的科系 不管你好壞留在學校任教 換而言之的話 對於他們來講 選擇這個優秀的人才在學校裡服務 所有的科系都一樣 你可以想像像這個 像這個楊潘池他們什麼的 絕對是當年台大醫學系裡面的前幾名的人 想都不用想 大概就是這樣子 否則他怎麼留在學校任教呢 又不會挑一些調皮搗蛋的 對不對 所以現在剛好相反 因為現在挑不出人 大家都調皮搗蛋了 只好用抓揪的方式 所有的科系當中 只有我們系、哲學系出現這個問題 什麼問題? 什麼叫哲學學得好? 大問題 為什麼? 說你這個人好 Paper幾篇? 一年像宜璇教授一樣 100多篇 掛名的什麼的 人家一檢查 哲學系的抄襲跟 醫學論文抄襲的意義很不一樣 每個字每個字 那個醫學的一大堆照片 就要解釋 你光看懂照片中的照片 就已經要花很長時間 大概就要 起碼要讀碩士班畢業才看得懂照片 那你要抓出來這真假的話 你大概自己本身就要是博士 我們哲學系不一樣 你拿那個Google一查就知道他有沒有抄 所以我們這個領域當中 到底誰好誰壞 是一個大問號 我們在座也有哲學系的同學 他們就會了解 比如說某一個人 這個同學超強的 每次考試都冠軍 旁邊有人講說 只是比較會蓋而已 他真的了解生命的智慧 這一講 就大問題 對不對 像這種 所以我昨天特別強調 人工智慧不應該翻譯 叫人工智慧 雖然燒掉以後 然後再讀第二本 再吃掉 然後突然發覺懂了 然後又不懂 然後又懂了 然後最後想自殺 又救回來以後突然懂了 這個叫智慧 人工智慧能搞到這種地步嗎 這怎麼可能呢 機器把自己毀掉以後重新塑造自己 然後又發覺自己 這個很難 但是 但是我要跟大家強調 因為我們這個哲學學科會出現 這個學科到底是屬於好壞的比較呢 還是普遍跟特殊的一個差別 所以柏拉圖跟亞里斯多德的觀點 你剛剛那個講法 在我的詮釋是這樣 就是一般人智力不足就夠了 就是理想國的觀念 理想國觀念是正確的 大家不要以為柏拉圖說實話 但是亞里斯多德他說不行 我們不但要說實話 還要注意每一個人 都會對這個問題有興趣 所以在座同學都會覺得說 像我跟你講說 我跟你講說你們這一半 同學 你們我們分期中考到了 這一半的話 50分到100分 平均下來這個range 有不幾個 你們這一半的話看樣子沒救了 全部80分 你們愛考不考隨便你 然後說等一下給你們考慮五分鐘 願意考的坐到這邊 不願意考的留在這邊 那即使你願意看到有一個人 兩個人過去 你心裡也不服氣 我也要過去考一考 當調無所謂 被人家肯定為白癡 那廢物 那真是廢物 對不對 我現在講說 對不起 我是隨便分類 我說你們坐在這邊的 通風80分 不用改 我也省麻煩 也不用出題了 出題就是秋風甲 秋風儀 隨便 哪一個是台灣什麼的 就隨便勾一個 就是這個 魔中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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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哪一個人是哲學家 寫一二三 就這樣 好了 那你這個不用考 但是也不能100%就是80分 那另外這邊的話 就有威脅 題目稍微複雜一點 柏拉圖的理型論當中的精華 如何得以正成 這個 深論題 至少500字 壓力很大 但是好好準備 考完以後 老師一給95分 92分 哇 肯定我準備轉席 就在這邊 那這邊的話不用讀 你也不要轉席 千萬不要過來 這班同學會覺得說 馬上開個緊急會議 說我們跟他們完全一樣 一開始我本來要跟他談戀愛 只是分開做而已 那怎麼會出現這種奇怪差別 不行 我也要嘗試 我也要92分 會有這種感覺 對不對 你不會講說 好 老師我來這個課就來混得了 80分夠了夠了 那這是人嗎 心甘情願接受侮辱 沒有這種人 所以還是多多認為說 因為沒有這種人 我剛才講沒有這種人 即使講說 老師我經過準備以後發掘80分其實也不錯 因為我考級有可能40分 那是後來 那是後來知道結果 人生如果知道結果的話 就當然活得不一樣 對不對 比如說你現在知道讀了台大以後的後果 你就會決定 你要不要讀台大了 對不對 如果你現在就知道 你當然會很好決定 你現在當然很茫然 說我當年的話 進某校是狀元 到這邊的話成了最後一名 那很多人都有這種想法 最後一名對我心靈上構成打擊 狀元的話對我增加無比的信心 差別很大了對不對 但是因為亞里斯多德發現人在感情上 emotionally 有這種向上的心 透過感官自覺 所以他認為說 按照柏拉圖那種系統 他完全不符合人性的本質的訴求 然後還有一點最重要的 柏拉圖跟亞里斯多德 兩個人都在爭取當蘇格拉底的學生 兩個都在爭取當蘇格拉底的學生 因為蘇格拉底當時是覺得 在整個古希臘社會當中 他不單是方法而已 他的哲學內容半仁半勝 讓人覺得 雖然是感覺上沒有真理 什麼都懷疑 但是大家覺得那種調查的方法是科學持續發展的關鍵 所以柏拉圖說我把老師的觀念完全系統化 亞里斯多德說不 你一個根本的一個差別跟老師觀念有很大的差別 老師是有教無類的 其實蘇格拉底 我今年夏天到了希臘去 到了雅典 蘇格拉底上課的地方除了廣場Agora以外 因為你女性 奴隸 小孩 非成人 成人就是公民 男性公民 以外不准到廣場公開露面 所以蘇格拉底還特別到了一個鞋匠叫Simon 的鞋匠的屋子 我還特別到了那個屋子的椅子去看 去看 蘇格拉底在那個鞋匠的房子裡面 跟什麼人教學 跟奴隸的小孩 跟這個 不但是女性 還是名記 像小白菜這種 名記 大家知道嗎 葵花寶典裡面的葵花花葵來往 所以讓人覺得很差異 它是有教無類 而且不分階級身分 因為這個線索 後來其實蘇格拉底影響的哲學學派還有一派叫犬儒學派 Sinic 像現在犬儒學派你們如果了解以後 你會發現犬儒學派真的是我們學生的最愛 就人活了就應該跟狗一樣 就犬儒學派 你們自己去翻一翻 因為我沒時間講這個 所以我要把這個問題意識丟出來 所以亞里斯多德對柏拉圖的回應 無愛無事無關愛真理 是有道理 那它的基礎是什麼 柏拉圖是現在大學的設計人 在Academia 設計一個學校叫Academy 這個大家都知道Academy 像我們Academic Sinica就是中央研究院的名稱 原來這個拉丁文 這個字拉丁文跟希臘文都是同一個字 Academia 像我們自認為自己讀台大教做Academics I am somehow an academic 就是學術人 然後柏拉圖開的這個學校 亞里斯多德在這邊讀了20年 號稱最優秀的學生 走的時候 黯然神商 把這個大學校長的位置傳給另外一個人 沒有傳給他 所以他就離開了 待了 讀了20年的書 一個人在台上待了20年 其中那個 哪一個 這個校長所作所為 他都已經遼若執掌 然後開始進行批判 所以是非常成功的 我覺得是最成功的案例 這個所以說 我們哲學史當中 把柏拉圖跟亞里斯多德搞清楚 大致上就知道了 我把這個背景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他們這兩個人的歷史 生平都非常精彩 而且跟當地的實際的情況 歷史緊密的結合 我學校的open course 有我上西洋哲學史的課 大家可以發覺 另外我也有書 大家可以找來自己看 要不然的話 你在google一下看到的內容也很清楚 但是一定要用一種 用一種歷史的這種感覺去看 我們講到亞里斯多德的時候 主要講他的三個基本的核心概念 第一個叫他的目的論 他的目的論不是說他做哲學的目的是什麼 而是說我們做任何事情 都是有個目的 他在他的politics 他的有名的政治學上 第一句話說 nature does nothing in vain 就自然不會白幹活的 天生我才必有用 他就是有這種觀念 所以這個用處就是你存在的目的 第二個共同信念 什麼叫共同信念呢 我們每一個人對於自己都有共同信念 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我們有共同的嗅覺 味覺 觸覺 視覺 跟聽覺 這五種感官知覺 對不對 每個人都有 少數沒有的話他也有辦法去替代 替代 替代 那這種五種感官知覺 所累積出來的 在我們腦海中形成的信念 就叫做他有共通性 叫共同信念 比如說我們在現在社會當中大致上都知道 誰是比較高的、比較矮的、比較胖的、比較瘦的等等 都知道 這個是一個共同信念 而這個共同信念的價值跟來源 是來自於我們感官知覺 而不是任何的抽象的理念 是先有感官知覺才有抽象的理念 所以這個是共同信念 這個很重要 第二個知識條件伴隨著主題改變而變化 這個是科學 我們現在科學最明顯的是自然科學跟社會科學 這種科學的定義來自於亞里斯多德 像我們班上一定有學自然科學的 還有以及應用的、自然科學的應用的 就是工程的 這是一個廣泛的一個分類 我們班上一定也有學社會科學的 社會科學的人 就一種莫名其妙的一種失落感 因為在方法論上來講 社會科學的話 我都不忍心問 這種班上學自然科學的人 這時候 你知道看到現在眼光發亮都學自然科學的 更亮的就是應用的 為什麼呢? 他心裡講廢話 學會數理化 不怕沒工作 來比數學 加個幹子 就覺得吃你吃得死死的 但數學的優勢我講過 這不是你個人的 這是一種推理的能力 是你腦袋中的結構 但是社會科學的人 未必要因此而自卑 但社會科學就由自協 比如說經濟學的人 經濟學的人喜歡用量化的方式 所以現在讀經濟學的人 很多人是讀物理跟數學出身的 因為他發覺要跟人家拼物理跟數學很難 但是跟經濟學家拼物理跟數學很容易 大家知道台大數學系的人 我們班上就有很多台大數學系的人 將來畢業的話 全部到了財經界去了 知不知道現在財經界的人 是對數學系需求最廣泛的 真正讀財經的人 還不知道能不能夠做什麼財經方面的事情 這不講了 我要告訴大家講說 知識條件伴隨著主題的不同而發展 就是說科學科學 為什麼叫科學 給大家講的觀念 當初日本人翻譯這個詞的時候 發覺科學講究的是不同的知識 很像中國的科舉 不同科 文科 武科 武狀元 文狀元 考得當然不一樣 不同的科會有出現不同的知識 這個叫做科學 所以我們現在開口閉口 科學辦案 科學製藥 科學處置 科學包裝 你講哪一門的科學 你講是哪一門的科學 你根本連科學的邊編都沒沾到 你就是人工精確 你就是人工精確 毫無智慧可言 是吧 你現在聽懂我講的意思 好好好 這樣子 整體而言 亞里斯多德對於感官知覺有偏好 為什麼這個話很重要 因為柏拉圖對感官知覺有特別的敵意 比如你現在一看到一個人長得很漂亮 心儀的對象 柏拉圖突然講停 你只看到表象 你這是入到內心 心靈 內在的心靈 那時候內在心靈重要嗎? 當然重要 對不對 他的內在美會慢慢慢慢向外浮現 對不對 然後他的外在的話 經過他內心的檢視以後 他會 所以很多人 以前我認得 我成長的環境中最漂亮的女生 我讀書回來以後 消髮維尼 我聽了以後我全身難受 就是算了 破壞原有的形象 但他內在心靈非常豐富 有時開同學會來了 一見面叫我施主 我怎麼嚇一跳 我絕對不會捐 我自己那時候當學生還捐什麼 但是我感覺到 他說他現在心裡活得很踏實 跟以前很不一樣 以前大家都圍在他旁邊 在外商公司什麼 就是因為這種情況 所以這個說明了一切 就是這個 亞里斯多德偏好感官自覺 那他尤其是視覺 這個最強烈 所以說他認為我們擁有的世界中出現 建立在我們感官自覺上的一致性 這個叫共同信念 就是common beliefs 我們有這種共同信念 這是我們所有的人 但是共同信念會錯 共同信念會錯 比如說大家都認為 我不是喜歡聊政治 是因為我昨天剛好在電台上聊到Catarania 跟庫德族的這個 一個是9月25日才剛發生 今天才10月18日 另外10月1日才剛發生 發生一個公民票決 當地人根本不用調查 像什麼巴塞隆納 什麼獨立 然後沒有人承認 很多人有講說這到底是民主制度有問題 還是每一個人想法有問題 我說這都不是問題 這是共同信念可以被引導 這很難講 你知道嗎 共同信念可以影響 你這個共同信念可以影響你的情緒 你影響情緒 我想到 我跟大家講 我為什麼要強調石化復興運動 為什麼要強調石化復興運動 因為有很多事情 你如果稍微有一點想要講實話的心情 你就會發覺這根本就是假的 稍微有一點不用太多 你就是 不要考到台大了 你就是考到隨便 讀完高中大概就可以做這種判斷了 這假的 比如柔椅尚且偷生等等 這種事情才是真的 因為大家知道 可是共同信念讓人發覺說 互相加碼 比如說你敢做這個 我不敢敢 我還敢跳這個 我不敢跳 我還直接就往裡面跳 每一個人的加碼表現勇氣 就是神勇 最後發覺就是加碼加久了 這個有一點像是 市場裡面的盲從心理 盲從心理 大家發覺大家都說這個好 的確表現得很好 然後大家就開始講說這個好 你趕快買 你不買就傻瓜 結果你趕快去買 一買變成傻瓜 就是這種盲從心理 這共同信念就產生這種感覺 所以這個是一個普遍應用的 那麼 縱使我們不知道這個世界到底是不是真的 但是這個共同信念 對我們所擁有的世界做的理解與觀察 是我們唯一的依據 同學們要了解 對於亞里斯多德來講 人是理性的 並不是天生的 人是理性的是因為他有說話的能力 人為什麼有說話的能力呢? 因為他有一種辨別善惡好壞對錯上下高低的慾望 他把這個慾望的結果用聲音表現出來就是語言 所以語言本身來講的話 就是有判斷性的 如果語言是平鋪直序的描述的話 你用看的跟說的其實差不多 但是我們等待語言中的判斷 比如說這裡就是台大 看完了 下一個呢? 這裡就是清大 那你會覺得說那要你當導遊幹嘛? 然後講這是導遊 你可不可以針對台大多說一點? 這是全台灣最早的大學 然後1928年是殖民時代建立的 然後當時在殖民帝國下是帝國大學之一 然後暫居台北市 慢慢聽完以後你得出一個結論 聽到了 然後看到了椰子樹 說台大什麼最大? 椰子樹跟圖書館大 還有校園大 根據資料 校園並不是全台灣最大的 不 大師講 他賣掉以後變成了鈔票的重量這個較大 就懂 就懂了 這個就可以感覺到 這個感官知覺聽到 聽懂 所以語言可以做成這樣子的判斷 那其他的話 在花蓮 在台東 搞個兩三百甲地 那管什麼用 還抵不上我們一間教室 對不對? 我們這個教室拿出來 蓋個百合公司那還得了 對不對? 大家可以了解 所以總而言之 總而言之 亞里斯多德慢慢慢慢把大家心情拉出來 好了 我們現在要講重點 亞里斯多德把大家心情拉出來幹嘛呢? 反對柏拉圖 我剛剛講的每一句話 都是反對柏拉圖的重點 每一句話都打在柏拉圖思想中最堅硬的部分 每一句話 所以大家突然一聽 如果你上禮拜沒來 這個禮拜一來 你馬上覺得說柏拉圖是一個完全不重要的人物 如果你上禮拜來了 這禮拜沒來 你會發覺說柏拉圖是哲學史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那你各聽一半完全不了解 完全不了解 所以你這個要連續 所以上禮拜為什麼要做成一個單元 還要由助教 助教是柏拉圖專家 對不對? 然後大家整體上有吸收 這裡面就是打得非常準 那所有動物的共同目的就是趨利避害 人就是理性的動物 我更明顯用語言來表達什麼叫利 什麼叫害 所以大家一聽就這樣說 這很自然啊 對不對? 趨利趨什麼利呢? 如果是表面物質的利可以滿足你暫時 不能滿足你永久 所以一定是精神上的利 什麼叫精神上的利呢? 但是你要把它轉換成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一部分 這個觀念就很重要 所以我們才特別會有 也會面對好壞判斷 那面對好壞判斷的時候呢? 那就是像蘇格拉底的Alan Cutts Alan Cutts就是refutation 就是說我們在問答的時候要否定人家 問答的時候要否定人家 不是說我們要否定人家 就是我們有機會的時候要跟人家講說這是不對的 比如說我剛剛講說 我們要推動說實話 復興實話運動 比如說這樣 那同學們應該馬上舉手 如果你聰明的話 說老師你怎麼知道我們現在很多人是在講謊話 講謊話那個人你用測網機測 你測得出來嗎?測不出來的 他真心認為他講的是他的信念中的一部分 只是你用什麼角度來判斷他是謊話 你有什麼標準? 你有什麼理由?對不對? 你自己在那邊當教授 你講你講的話都是實話 我經過檢查發覺你的謊話特別多 確實也是如此 我根本都不知道實話跟謊話的區別 我怎麼知道別人講的是謊話 我說的是實話 邏輯上的問題 那我遇到這種情況怎麼回答? 這是必殺令嗎?對不對? 你覺得打擊大不大? 所以你如果說是有這種 說一下問 我說宋七利 又當聽眾又當講者 你這樣一舉手一問 對不對? 我一時啞口無言 是不是? 如果你這樣子問我 感覺到壓力很大對不對? 你會不會覺得壓力很大 要怎麼回答? 要怎麼回答? 怎麼樣?死定了吧? 沒辦法回答 我有辦法回答嗎? 沒辦法回答 我告你 我就這樣回答 沒錯 我是不知道實話跟謊話的分辨 可是我有一點跟一般人不一樣 我怎麼樣? 我廣泛的跟大家對話交流溝通 我歡迎大家來糾正我 要不然我憑什麼知道我講的是實話呢? 如果我講出來的話沒有人糾正 那我不就實話嗎? 那我不就實話嗎? 我現在還露出來了 還放出去了 只要聽得懂華語 聽得懂國語 聽得懂普通話的人 我上課的時候特別說得清楚 你用本理就寫信給我 我有什麼錯的 我現在說我們要講實話複音動 根本就是一句廢話 人活著就應該講實話 但是你一個人你怎麼知道什麼叫實話? 我廣泛交流溝通 我上課的時候一定問大家有沒有問題 你沒問題那不能怪我 你沒問題不能怪我 為什麼? 因為你被我說服了 覺得老師真厲害 你們一字千金 任何一個字 連老師坑那個聲都有價值 此時有聲勝無聲 老師頓錯 然後噴個口水 如沐春風春雨 如果你這麼相信我 那你還考慮我什麼真的假的幹嘛? 這個叫Alancus 懂了嗎? 了解嗎? 而且我們認為說這個厲害吧 這個厲害了 所以說 老師用一套方法 用一個過程來證明他講的每一句話是實話 所以你看到那個大師講完以後 大家啊 然後大師一張開眼睛 現在念大悲咒吧 這個就是鬼扯 一定要說有沒有問題 你一定要發誓 我第一次學會了這種哲學以後 在海外讀書的時候我就發誓 任何掌和只要我一聽到有沒有問題的時候 我一定舉手 很多人講說老爺你不是在睡覺嗎? 我說我已經先想好問題我才睡 我一定要讓講者感覺難受 大家沒有機會開哲學會議 你如果有開哲學會議就會發覺 我一定是在整個會場中講話最多的人 而且我要講的一揚頓錯 讓人家的話無所頓逃 我發現錯誤以後馬上就開始高枕無憂 但我聽完以後找不到錯誤的還機會不多 機會不多 為之有也先逸 就這種情況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就是真正的蘇格拉底的力量 被柏拉圖跟亞里斯多德採用 柏拉圖是建立系統 亞里斯多德是用他的方法中的精華 就是我們要區變什麼是范達斯亞 什麼是Doxa Doxa是信念 范達斯亞是你的想像 想像跟信念的區分 這些受到情緒影響所出現的判斷 而情緒也就是錯誤的真正來源 所以同學們就知道 你現在做這個判斷 受到情緒的影響 我必須坦白講 學懷育論的一個主要目的是 相信沒有真理是好事的 這件事情一般人不能理解 更難理解的是 當你有錯誤的時候被別人糾正 然後不難受 這個是最難最難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 這個確實是最痛苦的事情 所以大家永遠要 勿是敵之不來 正是無有以待之 意思就是說你不要親眼 親眼看不起人 因為有一些人很厲害 有一些人身長不露 他穿著破敗 這種人就是犬如學者 他外表像狗 內心像聖人 這種人後來很少見到 假的 外表像狗 內心像狗的人倒是不少 叫劉銘 真的有這種人 我以前做過一個非常有名的哲學家的翻譯 他整個哲學的突破 是撿一個劉岸漢回家 在家裡養了24個月 這個真的是 大概算24世紀哲學中最重要的人物的一段傳奇故事 我做過一個段翻譯 做這個事情 不過今天不是聊這個 所以大家都知道我要講的 好 那麼共同信念就是產生現象的來源 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什麼叫共同信念 common beliefs 就我們所有的感官知覺所累積出來的信念 叫共同信念 大小差不多 比如說時間到12點到了 我說吃飯皇帝大 大家吃飯去了 大家好高興 對 比如說終於想 現在該下課休息一下 大家都聽到了終身 這叫共同信念 就是說因為你 要不然否則的話 你不知道打鐘的話 就對於很多人上課沒有時間感覺的人 不知道 打鐘然後為什麼要吵死了 不 打鐘的產生現象就是 這老師怎麼還不休息呢 就這種味道 所以亞里斯多德進步用歸納的方法 請大家注意歸納 歸納 歸納 歸納法 歸納方法 將共同的概念現象經驗形成的研究材料合在一起 這就形成了科學的基礎 我們今天來講也不例外 懂了吧 那麼歸納法是有問題的 大家知不知道歸納法有什麼問題 你知道歸納法有什麼問題 大家都知道歸納法有問題嗎 如果歸納法有問題的話 你們資工很難發展 對不對 那你一邊讀書的話 一邊發覺它有問題 你會不會有人格上的分裂現象 沒有 對不對 為什麼沒有呢 因為你告訴你 那個問題不會繞到我頭上的 在資訊工程裡頭不會有歸納的問題 對不對 你這樣想 你的信念戰勝了你的對於事實的認定 歸納法為什麼有問題 你知道嗎 歸納法的問題是一個形上學的問題 人性中的問題 有一個科學哲學家說 阿米巴變形蟲都知道歸納法 他往這邊走 你墊一下 再往這邊走 又墊一下 第三次他不會來了 就是說我們人性本身來講 很自然而然會把過往的經驗 經過我們的信念轉換成我們的規律 這叫歸納法 但是問題是我們過往的經驗是發生在過去 我們怎麼知道未來的經驗 這就是他的問題 所以說 所以說大家就知道 說明義如流水 是明義調查不準的時候自己的說法 哪有什麼明義如流水 其實明義是很固定的 只是你的方法沒辦法調查出來 對不對 我有一次接到電話的時候 先生 剛好那幾天寫完文章沒事幹 睡不著覺 現在哪裡啊 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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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做什麼政治選舉調查 請問你的學歷 小學畢業 然後那個講說不會吧 這是言談有誤啊 我說你不要管了 族群 原住民 不可能 對不對 然後家裡住哪裡呢 家裡住的話在屏東打工 現在到台北來休息 哪有這種人呢 他都做判斷了 那調查的資料有效嗎 這當然無效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是歸納有經驗 這個經驗不足以為真實的正確的信念 但是我們不靠這個靠什麼 不靠這個要靠什麼 你不靠真實信念要靠什麼 沒啦 所以以心傳心不立文字 一下子觀其魔子人也收哉 這都是傳統中的魔術 對不對 六祖什麼什麼什麼 孔子這些都是變魔術的人 所以我看了人的心 就知道心意成正 我見過那個會演戲的人太多了 所以說 亞里斯多德認為 這些經驗內容 足以成為建構知識的證據的 這一句話 是個問題 有教條主義的傾向 不容否認 請大家注意 有教教主義的傾向 這個我覺得是懷疑論的用處 懷疑論拿來面對科學知識的懷疑 我現在再強調一下 很多人一直搞不清楚科學是什麼 還冒出一個scientificity 還科學性 連科學什麼都不知道還有科學性 我這次在北京剛回來開會 就有一個人 講到說是哲學知識應該包含一定的科學性 他覺得這個很難理解 我當場就按捺不住了 我當場就講說 這個哲學知識當然要包含一定的科學性 否則的話你如何讓人家知道他是講的真實中的一部分呢 他說那個不叫科學性 我說什麼叫科學性 他說上帝立指的發現這個叫科學性 我說什麼 這不是鬼扯嗎 所有的事物包含上課的技巧 包含教育學 包含倫理道德 都有它的科學性 為什麼 只要普遍認知的對象就是科學的基礎 接下來是一套方法讓他增進 懂嗎 這個叫科學性 就是說能夠被進一步發展的知識形態或是架構 這個叫做科學知識 科學知識是依附在理論 理論就 你認為理論是真的還是不是真的 理論是真的 理論是你讀資工的 你認為 我們這個下課是20分鐘 所以我們用5分鐘來稍微 elaborate一些問答 就是稍微 因為我覺得下課20分鐘 太吵 你認為理論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的表情已經告訴你我心中的答案了 對不對 你認為理論是真的還是假的 真的是 所傳有人 理論為什麼是假的 亂講 你拿我們下課時間搞終於節目 你說說看 理論是假的 為什麼是假的 只是說至少不是真的吧 不一定是真的 不一定是真的 你認為真的理論代表是什麼 他講的原因是因為他是 因為他是歸納大部分的結果 所產生的一個 就是極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我告訴大家 理論不會是真的 主要理由是第一點 其實很多理由 理論不會是真的這件事情 是整個科學知識發展中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理論是由假設 一連串假設所構成的 假設本身是沒有基礎的 就是說假設跟假設的結合 變成一整套的系統 並不代表這一整套的系統中 所包含的假設 會因為它整合起來會是真的 這是so far so good 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什麼 是 認為理論有可能不是真的 這件事是科學進步的主要動力 懂嗎 如果說 大家認為17世紀牛頓理論出來以後 大家認為說是完全天空 就是天 你閃小 我已經把你完全解釋了 什麼地球 什麼行星 怎麼賺的準準的 我都知道了 叫你賺 你就賺 現在我們大學已經沒有天文系了 那個中國的萬年曆已經把那個什麼日時月時算得準準的 叫你這個月時出現 就出現了 叫日時出現 不敢不出現 天 不出現上去就一個巴掌 就這種驕傲心理 的這種觀念 也不足以證明 這個理論就是對的 你去看 強調叫你們去看愛因斯坦傳 你們都不去看 就裡面就說明了 很多人發覺 因為理論不是真的這件事情可以讓大家進步 這個是一個整個科學發展的一個基本心態 那講到理論有點複雜 不過我們強調就是說收集前人的資料動機 就這樣 那建構知識的基礎來了 就是共同的求知欲望 個人追求真理面對的困難 還有大量收集資料並在過程中取得進步的專業 然後專業科學調查的訓練 這個四點大家也知道了 就我已經一直不停的在介紹 在這四點中 亞里斯多認為我們是不可能失敗的 那四點就這邊 共同求知欲望 我剛剛跟大家強調那個例子 這邊的同學覺得保證80分 那邊去的話可以拼95分 共同的欲望會過去拼 很多人講80分就好了 那不是太大學生應有的作為 經過百般羞辱 把所有直接選擇80分 播考試人的名字公佈 大家覺得羞辱不要 追求真理面對的困難 那廢話 這就是懷疑論 追求真理面對的困難 大量收集資料 並在過程中取得進步的價值 這不是科學的目標嗎? 最後專業科學調查的訓練 所以他不會失敗 這個不能失敗的信念成為科學調查的支撐 起點來自於意見的差別 就是感官知覺在不同知識條件中 對於事態不同的判斷 那這個是一個重點 所以說這個重點是什麼呢? 指向了經驗的蒐集 而不是數學的展示 希臘字apotexis 是demonstration 展示 數學不需要講解 學數學的人 超屌的 一過去 啪 老師你錯了 上去算完以後分別一丟 不用講話 一般人 不服氣的人上來繼續算 那個是更牛逼 否則的話就是這個老師的地位是零 老師算錯以後是無地自容 準備退休 所以這個真正數學高手是不來上課的 為什麼? 怕老師退休 不是高手在那邊上課 我完全不能夠理解一堂數學系的課 老師在那邊算 你學生到底要幹嘛? 那不滑手機要幹嘛? 他是早就已經知道答案的東西了 上帝知道答案 上帝只是pass給你而已 哲學不一樣 哲學是用經驗的蒐集 所以我鼓勵大家多讀歷史 機會條件好 因為數學已經很強的人要多讀書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這是經驗的蒐集 經驗的蒐集 完全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的經驗的蒐集 像我 我最近得了 不是最近 十多年來我一直得了強抑症 我現在連我小時候看了第一部恐怖電影的內容 我都記得一清二楚 日本怪談 就叫怪談 不叫日本 非常恐怖 而且那個時候的戲院 現在已經不見了戲院 他當時的周遭的環境 就跟鬼屋擺得一模一樣 而且更可怕 裡面還住得活人 所以那種出來的毛骨悚然的感覺 我覺得非常可怕 從此以後我再也不看鬼電影了 你知道嗎? 而且我看鬼電影 我的預期到可怕的情節出現 一定把臉蒙住 但是中間露個縫 這樣看起來的話 破壞導演的效果 這是經驗 這是經驗的蒐集 所以確實是我們認知有兩種 所以亞里索德的邏輯系統建立在底下 你不用了解這個字眼 我們今天會談到的經驗論跟實在論 還有科學知識的展示 其他的你不用講 思想跟語言各方面 你不用知道這裡面什麼論什麼論 這個沒意義 但是我講的經驗論就是你的日常經驗 我講的實在論就是說 你認為你的經驗有真的可能是因為你假設有一個使得它成為真的實在 reality 然後你這個科學我已經講過很多了 所以說 the general aim of rational inquiry 這是the definition of science according to Aristotle is to advance from what is better known to us 我們的經驗 to what is better known by nature 自然中的真的一部分 這就是科學的工作 對不對 這是不是科學的工作 科學的工作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假設累積出來變成理論以後 經過自然經驗的驗證 然後證明理論所勾畫出來的結構跟自然的結構是同步的 相同的 對不對 至於說理論為什麼會是真的這個事情 不是我們能夠回答的 我們只能夠在經驗的基礎上判斷 這個理論可不可以被驗證 就這種情況 所以我們達到的目標前提是 第一個 我們有三種知識 第一個 knowing by understanding knowing by understanding 數學知識 demonstration 然後a加b括號平方等於a平方加2ab加b平方 非常快速 大家可以證明 我們也可以從歸納得到普遍原則解釋 正成我們抱持為真的特定真理 比如說人都會死 knowing by justifying 就沒有一個人不會死 我們也可以察覺到時代中的面向 解釋熟悉的面向 比如說人是唯一擁有語言動物 knowing by convention 就是說 我每一次 以前我在動物科學系教哲學概論 不是 我教科學方法論 我說人是唯一有語言的動物 哇 那動物科學系講 海豚也有語言 鯨魚也有語言 惡魚也有語言 什麼都有語言 星星也有語言 還可以打招呼 還可以做簡單的算數 我說這個不叫語言 這叫自然反應 那什麼叫語言 語言就是能夠分辨善惡對錯的 是程度上不同 本質不同 我說我們conventionally speaking 約定俗成的來講 這是本質上的不同 只有人才有這種 所以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我們在約定上來講 前日我在東來順區吃蒜羊肉 前天 然後就有一個人回教徒跟我們解釋 他們吃肉很乾淨 牛 羊 雞 什麼的 完整的肉 然後他順便補了一句 更前天早上我去吃那個北京的草乾 全部是豬的下水 不能在人家面前提到這個 你去吃了這個 不能提 為什麼 他覺得張的要命 然後我心裡就在想 這個約定俗成可真的有道理 就對他們來講 豬就是張的代表 那我們來講是美味的象徵 那還有老鼠肉什麼的 我有一次到東北去 還有人叫我兩種肉中挑一種 我都不敢講 因為有錄影 但是我要講 天上龍肉 地下 你們沒聽過 有件事 鋁肉最好吃 全部都是那種花色 什麼 神戶牛排的 什麼油花什麼的 鋁子那個屁股長的就天生這個樣子 鋁肉一種 還有一種的話就是天上香肉 地上 那個不要講了 兩種叫我選一種 我都覺得非常驚訝 但我這個人是經驗主義者 我沒有經過經驗 我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所以我有沒有選擇 你可以猜得出來 但我不會講 可是在約定俗身上來講 我當時就講 讓我們選擇龍肉 不要選擇香肉 為什麼呢 我說在台灣選擇香肉是非法的 他們就笑歪了 笑歪了 就是你不吃你怎麼知道它香呢 經驗論 對不對 人的這個求知的慾望被燃起 但我不為所動 就講到此 所以說這是一個約定俗成的知識 什麼吃什麼肉什麼的 什麼都一樣 但是我們約定俗身上有想法 這是一個融貫的系統 這個很融貫 你們都應該聽得懂 講數學的 講定理的 講這個約定俗成的知識 所以我們只能夠知道事物的表象 而且就叫做敘述出來叫做現象 我們就看到現在的情況 比如說我一眼看過去 看了以後了然於胸 然後說 視者如師傅 台大的學生果然是不同凡響 大家更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但是這個現象 你看到 比如說我每次在校門口的時候 都要避開很多在校門口拍照的人 因為起腳踏車有趕到那個綠燈 我們 我們現在在水源校區你知道嗎 知道 我們在水源校區的好處也不少 其中最重要的好處是腳踏車可以亂停 反正幫你調回去 我自己腳踏車被調回去過 就直接去一找比別人快很多 然後我就要製造這種形象 因為在看腳踏車 讓 讓 讓 什麼的 很多大陸的講說 你看台大的教授就騎腳踏車 我就一回頭打個招呼 就表現出這種好學校的這種清明作風 其實我上電視的時候穿的西裝都是洋裡洋氣的 但是要故意製造這種清明作風 配合情節演出 好 那麼這個收集經驗資料就是呈現出現象的過程 就是研究的工作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 這是方法 所以說經驗就從單一觀察開始 經由歸納法的應用得到普遍法則 直到我們確定經驗的內容 就是說by means of generalization general generalization 然後through induction from this particular cases until we reach experiences ambedia 所以我們講了我們的經驗 我們的經驗可以讓我們敘述出來 是一個general statement 比如說 我覺得人生苦短 這句話是一個經驗的一個感覺 說出來的一個經驗 但這句話其實是沒有基礎的 它是ambedia 它是一個general statement 就是人生苦短 人生中的每一個片段 對不對? 你等著下課還等著很久 為什麼人生苦短呢? 就是發覺回頭想起來這種感覺 一個人面對自然 看到現象 所以我剛剛前面強調 大家可以翻來看 亞里斯多德特別強調視覺 因為視覺給我們的感覺最直接 刺激性最大 所以我跟同學講 我很在意說明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大學裡頭的教育 真正好的教育 應該是它的通識教育 這個通識教育 大家要了解 你要讀到讀書 要讀到 因為你們現在在大學當中 我們把它分成專業教育 跟通識教育兩種 那專業教育對你的人生 只具有那種 在這個生活上有幫助 但是不見得每一個人都 只在乎生活上的 物質上的需求 在生命上的成長 比如說 我剛剛講的例子 選校長 那這個事情 有一些人 平常已經夠忙了 他還就要有這種千萬人行無毒網 這種決心跟勇氣 躍然決然 還經過某某某 小弟經過數日成時 輾轉不能成眠 最後終於下處決心做出決定 職業參選 那這種東西 人家就問 那你的理念呢 你辦教育的理念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個 這個不是單純的營養比賽而已 你講這個理念的時候 你講這個理念的時候 因為你是靠專業獲得大家肯定 我們 我為什麼如此輕鬆如意呢 哲學系的教授怎麼可能更上一層樓 因為不上層樓 所以我們就翠良鋒光嘲笑別人 這也是另外一種優勢 對不對 但我們就發覺你的理念部分呢 那這需要包裝 簡單的理念就很容易 你要如何超越群倫 初期至勝 你要如何達到這個效果 這個就是要熟悉了解科學知識的發展 還有理念知識的發展 所以這個是我要強調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這個調查的這個 結果是從歸納法則所得出來的經驗 從這些經驗成立的基礎 是日常的觀察 就是日常觀察 所以說連在一起 那真正的厲害的人物 其實說良心話了 真正的教育哲學就是 柏拉圖加亞里斯多德除以2 這是真正的 對大家性的都了解 好 那麼這種普遍特質的經驗 可以能夠累積的條件下 產生原則性的法則 這個就是我講的一步一步 那最後科學調查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因為你們很多人都是從事 我要強調科學調查 包含我哲學系的老師 我自己本來在台大教了10年的科學哲學 科學方法論 強調科學知識成為可能的基礎 我自己還在 我兩天前還在北京發表的一篇文章 寫到了這一部分的東西 我就認為說哲學知識也是可以科學化的 什麼 像我現在講給你開口閉口 一字問你懂不懂 那同學們一定要講說 你聽得懂以後 你就可以感覺到什麼 那個英文有個字叫tangibility 你覺得它可以被感覺到的嘛 對不對 聽完以後鴨子聽雷 哪裡有人受得了100分鐘的聽雷 聽3分鐘你就覺得奇怪了 要人家了解 對不對 講東西要有這種內容 言之有物 什麼叫言之有物呢 就是這個東西在經驗中能夠察覺到的 然後我們用科學的方法把它累積起來 這就叫知識 這叫科學知識 就這個過程 只是在現代的方法學 社會科學用統計 數學完全變成自然科學的基本方法 所以你沒有花時間在方法上做考量 然後那個讀生物的跟生化生物的 跟人醫學跟動物相關的 他們基本上是用實驗室裡面收集的例子 來作為經驗的例子 所以那些東西本身可以數據化 所以它一直以為可以透過數學的干預作為了解 但是它的本質是這邊所講的 本質是這邊所講的 比如說這一次的諾貝爾醫學講 說發現人的生理基因 生理時鐘的基因 這就沒有離開我們日常生活現象 大家就確實發現了 為什麼到晚上過了兩點鐘以後特別累 那有沒有可能到了早上不管有什麼天有沒有睡覺 到了十點鐘的話要特別清醒 那到底是咖啡的力量呢? 還是說是這個什麼? 後來有人發覺說我們的基因已經被訓練成了 我自己經常 因為我忙 我睡午覺的時候 我又怕熱 我一定開窗 但是我一定戴眼罩 我身上到處 我所有能躺下的地方都有眼罩 因為我當心臟 我辦公桌上兩個眼罩生怕另外一個掉了 因為眼罩一戴上去之後 我發覺一片漆黑 馬上對我這個簡單的頭腦來講 好像就已經是晚上了 然後馬上就自欺欺人 睡到還做晚上的夢 起來以後人家一敲門 說主任你已經睡得夠久了吧 我說天亮了沒有 什麼天亮了沒有 你根本就是從兩點鐘睡到現在 就有這種感覺 就是發現了 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經驗 我們對於我們的基因這裡面 那麼這個科學方法論當然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當然有問題呢 它的基礎 歸納法是有問題的 我們察覺日常現象的調查過程中是有問題的 你看到的現象 知人知面不知心 畫虎 畫皮 難畫骨 對不對 你看到一幅畫 你看到一句畫 不要說看到一幅畫了 人家說出一句話來 比如說我以前認識一個很熟的科學哲學家 他說他在香港教書很早先 1962年的時候在香港教了 香港大學哲學系當了三年七春 他說我不喜歡中國人 我說為什麼你不喜歡中國人 他說你們說yes的時候其實是no 你們說no的時候其實是yes 問你們吃過飯沒有你們都吃過了 其實是沒吃過 我說這是禮貌 他說這樣子我們失去了表達意義 我說你要了解 你要在這個地方工作 你要了解它表達的含義 有的時候一位說什麼 你問我吃過飯沒有 我如果說沒吃過的話 那叫誰請客 誰請客問題的話 他說我們沒有請客問題 我們去吃飯各付各的 他說我為什麼一定要跟你去吃飯呢 對不對 他說你喜歡我你就跟我說你喜歡我 你不喜歡就跟我說我不喜歡你 我說我們中國人一般來講 從父母底下都教到 你再不喜歡人 你要表面上讓人家看不出來你不喜歡他 他說你也是這樣教你孩子嗎 我說我想一想差不多 他說你也是這樣子嗎 我說我不一樣 他說你為什麼不一樣呢 我說對你我感覺到可以真心相待 對其他人對其他人都一樣 這是我們的民族智慧 所以我說在這裡講完以後 然後我們的聖人還用那個名詞來教證 這種人 相緣就是解釋一下 所以說這個是我們看到一個現象表面上 語言敘述的文字未必能夠表達出真實來 所以現象只是趕快自學下獲得的自然表象的展示 他的心到底怎麼想是另外一個問題 不是我們所可以了解 自然的察覺來自經營資料的觀察 而不是現象表面的感覺 這就說了 這就說了 你表面上看到的 這科學哲學最有名的問題 太陽下山 明早依舊爬上來 我還會唱 但是科學告訴我們說不 是地球往下滾的時候 第二天還會再滾回來 這個是真實的 所以我們在活在現象跟真實之間的一個衝突當中 所以科學的調查跟我們 就是你以這個知覺為基礎 就會知覺所帶的錯誤會構成你們 認知上的一個繼續錯誤 但是 但是 這個是一個起點 就是說 現象表面 是我們感官知覺所能夠察覺到的 所有內容當中最具有客觀可能性的認知 同意吧 所以說 大家可以發覺 你觀察到的現象 很多人 我們系這幾年 請了很多客座學者 這個客座學者在我們這邊待了三個月 半年或者一年的 都會寫一篇 台灣行之所見 然後講說 然後他們的話 完全有 因為他們都會 很喜歡寄來給我看 然後這個大街小巷 遇到了哪些人 講哪些話 讓我產生個感覺 然後他們很自然地會做general statement 我看你也不會例外 就是就會做general statement generalized 就是說其實台灣人對我而言的話 我可以了解到他們內心的感覺 但實際上他們大多數 或者他們覺得什麼的 都會講這種話 那這種話的表現方式 對還是不對 然後真的還是假的 這種按照經驗的基礎上 generalized的結果 是如果你碰到很極端的人 那當然認為是假的 如果你碰到很一般的人 溫和的人 他確實就具有代表性 對不對 你了解我講的意思嗎 我們去 我們去別的國家做觀察 我看很多人寫郵寄 也都是從這種角度 不是說只有什麼 我只是舉幾個例子 那這種郵寄有沒有參考的價值 但是有啊 是他個人的經驗 但是他訴諸的是整體的 所以 那我們就不用看所有人的 寫的郵寄或經驗或價值嗎 不 有的人的話 特別具有銳利的眼光 能夠觀察 有的人有這種 哲學家 哲學家做現象的調查 非常銳利 Sharp 我講的不是我 我講的一般那種哲學的現象調查 你可以看得出來 非常多的內容 但是不管怎麼講 不管對錯 不管真假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這是我們所僅有的 人家一個人觀察 像你有沒有寫這種部落格的習慣 你有沒有認得人有這種習慣 對不對 你應該也有 你有沒有寫這部落格的習慣 對 我沒有問你日記 你日記不給人家看的 部落格是給人家看的 你有沒有寫部落格的習慣 沒有 但是愛寫部落格給人家看的人 他如果寫的全部是我個人的感覺 沒有人要看 他寫的什麼 他寫的是整體的社會 什麼什麼的 製造一些讓別人有觸動的感覺 然後這種人 因為部落格實在太多了 就沒有人要看 對不對 你像是一個有這種習慣的人 不是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 這種人他的表現慾望 不是每個人都像我這麼幸運 一個禮拜有六個鐘頭在那邊講 我所有的慾望 大概可以支撐我講八個鐘頭 我就是小心點 選到 講到缺那麼一點感覺 哇 非常賣力 很多人他有寫這個慾望 為什麼 他希望能夠跟別人share他的經驗內容 我們有這種慾望 然後呢 然後這也是我們所有人的起點 這時候任何知識探求的起點 你如果不寫出來 你如果不說出來 沒有人知道你到底要幹嘛 這也是為什麼 探求知識的時候會強調出版 強調發表 這同學們都知道 跟我們的文化原有的傳統很不一樣 這重點就在這裡 所以說 所以說我們這個 在討論到求知的過程當中 這個亞里斯多德的方法基本上是定型的 然後我最後就是 應用一下 這是亞里斯多德跟蘇格拉底的這個方法 這個以具有經驗批判性 批判性講的就是批判我們的經驗內容 因為它有可能不為真 我講到這裡 我先跟大家強調一個重點 我們社會整體 不太能夠接受 追求 語言表達的人 不太能夠接受 所以你們的上課的時候表現得沉穩 漠然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除了這個社會風氣外 當然學費低也是一個原因 因為上課上不上沒差 如果你是哈佛的課的話 一堂課價錢就快一萬台幣了 你不敢翹課的 對不對 一萬台幣的話 對不對 修捷課 便宜 老師賣力 老師的事 我給你面子 我來聽聽 我不給你面子 我就在家睡覺更好 沒差 大概平均一堂課三塊錢吧 台幣 人民幣不到一塊 所以這個就沒有差別 但是這個不是講笑話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的整個社會風氣 讓大家沒有那個enthousiasism 沒有那種上課那種檢驗 批判的那種 wondering 那種質疑的態度 沒有 我沒見過 沒見過 所以每次都要問有沒有問題 然後一邊收拾東西 一邊有沒有問題 好 沒有 走了 大多數都是這種現象 所有的義務都進到了就走了 沒事了 就走了 但是請同學要注意 我建議除了實化復興運動以外 如果這個精神沒有做起來的話 我覺得年輕人應該發動一個廢紙研究所的運動 不要搞什麼碩士博士了 學用合一的 你自己發覺 如果重點 因為如果說大家永遠是只聽課不討論 不批判的話 就會出現名師大佬 或是老大 因為這個慢慢慢慢 像你們這個科學領域當中還有數學 還有實驗做檢驗 可能還好一點 在那個管理的課程 或社會科學的課程當中 用蓋的 到了哲學課 那簡直不得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上課大家要非常vigilant 我覺得上課的時候的學生跟老師之間要取消私生關係 馬上就要以那種抓小偷的心情在上課 聽聽聽聽聽 重點來了 老師你講錯了 根據我的認知不一樣 邏輯推理不一樣 事物的演繹不一樣 還有事實上的簡證又不一樣 你犯了三大錯 你合以為例 這種情況 所以說要檢驗經驗 跟那個建構 就批判性跟建構性 就是要一方面能夠批判 一方面能夠建構 假設經驗的可信度 這種研究態度看待日常信念的方法 這個就是辯證法 不斷建構 又不斷批判 建構以後把它解構批判掉 批判以後再把所有的資料再整理起來 再重新建構起來 我必須強調一件事情 我必須強調一件事情 我很認真的說 我有一次 就這一次 就是三年前我去人民大學 我講錯了 講成人大 人家以為我變成了去開十九大 我說不不不 我到人民大學不是人民大會 搞錯了 我去那邊開會 我就說了一個經驗 我說 不管大陸好壞 大陸的哲學教育 有一段時間所有的科學家都停下來在搞 馬克思哲學或是毛澤東哲學 他的一個結果好壞 我也不論了 因為我沒有資格來談這件事情 他才出現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 我說我在大陸演講的時候 講到辯證法 講到維吾論 講到維新論 從來沒有理解上的問題 這幾個概念已經被他們自然化了 變成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說我在台灣上課講到辯證法 哇 我不敢提黑格爾這三個字 你知道嗎 我根本就沒有 我只要用這種 我整個鋪陳 這兩個動作課一直鋪陳到現在 這個就叫辯證法 就是說經驗有可能出錯嘛 所以別人用經驗講的這個普遍的論述 general statement 或部落格的話 你要批判以後的結果 你要負責重新建構 你不能夠批判完以後 這個社會變得一無所有 你要重新建構 你要建造系統幹什麼 就讓別人批判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來來往往的過程中 產生的所有能夠經得起建構跟結構 或者批判的經驗 或是內容 或是現象 就會朝向真理前進 這就是辯證法作為一個方法的價值 講這樣子已經非常清楚了 可是一般來講不習慣 我們很多人搞不清楚辯證跟證明 還有變化 這三者之間到底有沒有關係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差別 所以我給大家了解一下 亞里斯多德用的方法就是蘇格拉底的方法 這個是我的一個判斷 有這種說法的 就referent to the method of Socrates such as questioning, arguing and debating in seeking truth 這個就是我所強調 所以我特別把這個英文的部分也列出來 讓大家了解 找尋真理 希望大家能夠了解到我所講的 所以說在這個方法中 質疑跟論證的辯證過程 行為一個對話程序 跟蘇格拉底的結問法很類似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 我們在西方哲學的認知當中 就沒有第二種方法了 所以我剛剛跟大家講說 如果真假這麼難分辨 我也不知道人家是真是假 我也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真是假 然後怎麼辦呢? 唯一的方法就是公開你說的內容 讓人家提出相反的意見 批判的意見 讓說學生沒有提反對的意見 應該高興還難過呢? 高興的原因是每次上課都很有成就感 感覺上自己像大師 學生都沒有意見 難過是什麼? 難過的是自己不會進步 我跟助教 最近我遭遇到一些上課的挫折 我躺在床上一個鐘頭 不是一個鐘頭 一天 不能動 沒有遇到過挫折 我的媽 我上課還有問題 被打槍兩次 我們助教都知道 我想了好久 我發覺要用積極的態度來面對它 想出辦法來面對它 被人家否定 被人家否定要高興 為什麼? 進步的機會來了 否則我大家 我平常講話對不對 這個各式各樣的生活 各樣的重點都很行 有沒有遇到挫折? 沒有 因為沒有遇到挫折 所以以為自己那一套就管用 然後有沒有向別人請教 從來不請教 為什麼? 請教也是白請教 有沒有人批判? 沒有人批判 沒有人批判並不代表你就好 現在發覺找到缺點了 發覺自己那一套有限制了 所以 我覺得 確實是到了 同學 你們會不會覺得 受教育的過程已經毫無聲趣可言 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如果請你到社會上去 因為我每一次 我家族政大 我每次去爬山上看到那個學生 上課那個精神 像是萎靡不振 你們還算不錯 簡直是就是 好像該抽大煙的時候就好久沒抽到那種 然後另外一個場合看到那個跳熱舞的 不得了像抽完大煙一樣 不得了高級動作 危險動作都不斷的 我心裡想說這個 如果這麼愛跳熱舞 這成立一個熱舞大學 天天跳一注射就跳 校長帶頭跳 教務長 學務長 總部長都跟著跳 全校的設備 全校到處設鏡子 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舞姿 這個最棒了 因為你喜歡這個嘛 對不對 能這樣幹嗎 不好意思 人家發言這個沒什麼水準 所以說就是按照這種情況 這個 這是實在論的立場 所以我們講經驗論 講實在論 還講科學方法論 這實在論的立場 為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從為什麼的形態問題出發 為什麼我們看到現象是這樣的 為什麼我們經驗察覺的內容是如此 為什麼我們感受到比較讓我們有感覺的東西 為什麼tangible的事物在這裡 那你用為什麼的時候 得到了普遍形式的答案的過程 帶領我們得到解釋現象的原因 請大家注意 解釋這個觀念一出來以後 它就是一個實在論的立場 為什麼呢 因為經驗論的角度 為什麼我講經驗論的時候要提一下實在論 同學們來講可能就陷入哲學的字眼 不 經驗論的角度是經驗的內容就是一切 所以我經驗告訴我現在這樣就這樣 我不要假設什麼讓經驗變成可能這個問題 聽得懂嗎 我不要假設經驗就是經驗 但是如果你用why question 它就是問explanation 為什麼經驗是這樣 那你就要說有一個實在讓經驗變成這樣 這叫實在論 聽起來是廢話 但是它確實有道理 比如說 比如說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為什麼大學教育變成今天這個樣 為什麼上課基本上問大家有沒有問題 永遠沉默不語 我們班還好 每次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都會上課的過程當中就 當然我們是通識教育課 都問一些對哲學原來就沒有接觸的人 那你們也是基於接觸的心理來了解 還有打呼的 對不對 這個沒關係 千萬不要吵他 這個學生很用功 也就說明了 大家對受教育這件事情感覺很無奈 又不敢說不受 又很適合受教育 來了以後發覺又沒有東西 他就親口跟我講 他根本不知道在幹嘛 你知道嗎 然後很麻煩 喜歡做前面 什麼課都來 很會修課 選課很會選課 永遠沒有選不到課的問題 所以要應付他很囉嗦 所以就出現了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這真的 我講的是一個真的一個感覺 所以說講到實在論 所以亞里斯多德的科學調查 具有實在論立場的概念 因為他認為只要掌握我們所基督調查事務的實在 信念跟理論就是真實的 只要能夠掌握到他的實在 信念跟理論就是真實 所以同學們要了解 就是這是一個比較 比較哲學式的一個說明 就是這個 這個話你們需要花一點時間 不是一點時間 要花好幾年來體會 比如說 我舉個簡單例子 同學們就知道 談戀愛 說我們個性不合所以分手 沒有人會問 為什麼個性不合 如果不問這個 分手就分手 這個叫經驗論 所以你現在跟誰在一起 我現在跟誰在一起 不是他 沒有 這叫經驗論 經驗的選擇是很激了 沒有之間沒有連貫性 為什麼個性不合 因為家庭嗎 因為對社會的認識嗎 對於政治的認識嗎 那對於經濟的認知 每一個原因 如果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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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起來的結果 那所以說不合 這個解釋就是實在論的立場 就是你感覺到 你掌握到 所以說現象的普遍性與原因 因為自然而限於一般觀察現象的存在 這個普遍性 所以他們因為是自然而具有 存在的優先性 因為不是創造出來的 也不是依附於任何理論而生的 相反的 一個真實的理論必須適於他 這個他講的就是實在 就是說 實在reality 因為自然 natural reality 而具有存在的優先性 就是說我們要假設 為什麼這個講的有一點 比如說 可以解釋的部分 科學做的工作是解釋 科學如果不能解釋 會馬上歸著於神秘 那麼因為這種 因為自然而存在的實在不是創造出來的 沒有人會創造實在 你假設他的存在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現在 我作為一個人 我有我理論的部分 就我講的哲學思想 可是我有真的那個血肉之軀的那一部分 那個血肉之軀是我的根本 所以我們都一樣 我們自然的實在是一樣 就是血肉之軀 但是我們有腦海中力量 讓我們腦袋中描繪出來的表象 史文華講的就是 意志於表象世界 他講的我們表象 representation 充斥了讓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意識而不一樣 但同時我發明一套理論出來的話 這套理論如果違背人的血肉之軀 那就是不對的 對不對 因為它有存在的優先性 而不是創造出來的 也不是依附任何理論的身材 剛好相反一個真實的理論 必須要適應人的血肉之軀 的這種人的存在的事實 所以同學們要了解一件事情 你在選擇做科學解釋的時候 我們介紹的是一個最保守的思想 我剛剛前面講的六種 亞里斯多德的那種科學調查的存在思想當中 最根本底下是一個基礎論 大家可以回頭去看 因為我們powerpoint都會上網 這個基礎論的價值 基礎論 就是as a foundation 基礎 就在於說 它這一整套的融貫系統的建構 就是整個科學調查的基礎 但是大家都知道這個基礎是假設出來的 我們假設有一個實在 我們假設有一個理論可以解釋這個世界 假設解釋是可能的 是這種情況 這個部分需要一點時間來消化 但是我已經把科學法法論中最簡單 最直白的介紹一下 當然 要得分解釋是這個世界 人都會用到這個世界 無論回應 我們會 Moon 也會解釋 用一匹 砍